对接会吸引约60家用人单位 10家台青双创基地 5家政策咨询机构 以及来自两岸260余名台湾专业人才参与 对接会上设置了分享沙龙 邀请了三位长期在厦门工作的台胞 分享在厦门打拼的经历 鼓励台湾人才登陆发展 希望能因此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厦门创业就业 那贡献自己一点力量 让大家知道厦门的整体环境的状况 然后让大家更有兴趣 近年来随着厦门产业升级的脚步加快 对于台湾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 第一次参加对接会的安费诺电子装配厦门有限公司 就开出高额薪水 招聘拥有博士学位的材料工程师和信号完整性工程师 因为也是我们比较专业的岗位 所以我们开放的薪资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目前的是两万五到三万五这样的一个水平 现场还举办了厦门市第九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颁证仪式 共有70位台湾人才入选 涵盖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 自2013年以来 累计610名人才入选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专才 此外对接会还特邀多家机构到场提供一对一咨询解答服务 目前厦门对于在下创业的台湾青年 给予最高15万元创业启动资金 及最长三年创业场所租金补贴 符合新引进人才条件的优秀毕业生 最高还可获得8万元生活补贴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给我们台湾一个这样的机会 想想看一些创业的 就是一些补贴的金额 我觉得也蛮多的 就是如果之后有创业的想法 我觉得吸引力是蛮大的